这个就是我们电缆水平实验 点进去 这个是我们电缆水平实验的指尖面 这个是我们供火时间 点火 风扇 还有照明 然后这个是我们供火时间 这个是它的计时 就是它的滴落物的计时时间 然后接下来就是 这个是我们燃烧距离 这个是燃烧的计算出来的时间 这个是是否 这个是否有滴落物 我们回去 这个是我们两个的摄像夹 把摄像夹在正中间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定位块 把定位块挪到摄像51毫米处 就是从摄像夹这边51毫米处 这个是我们的点火点 把我们的喷灯挪到定位块这边 是正正正面 然后我们用 之前我们用的定位块 上面下面这个长的是垂直的定位块 上面是这个水平的定位块 我们把它放进去 正好在定位中定位定位的三厘米处 我们把它拔出来 然后这是我们下面要再放一排托子棉 现在供火时间默认是30秒 我们这边准备实验 实验的话 我们先要点点火就可以了 点灯火了以后 气象着了以后 我们就要按这个计时按钮 等火焰熄灭了以后 我们再把计时按钮按下去 好 我们准备点火 OK 再点 好 准备 然后现在我们开始点火 对 对 现在已经找了 按下计时按钮 这边开始计时 这边点火 按开始计时 好 我们回去 过火实验30秒 过火实验 过火30秒结束以后 观察它是否继续燃烧 等它燃烧结束以后 等它实验燃烧结束以后 我们按下这个计时按钮 然后上面这个燃烧计时 停止计时 量出它的燃烧距离 在这边输上它的燃烧距离 30 是否有滴落物 没有 这就是我们整个实验 我们点击一个保存 然后保存出来 这一段就是我们的这个实验 对 对 好 暂停 这个是我们ft2的水平实验的测试界面 在这边这个方面 然后我们要现在需要把它的这个定位删拿下来 把螺丝里套拿下来 然后提起来 然后放在边上面 然后这个时候 根据标准我们要把这个 然后把这个形材松松下来 然后挪到这个230毫米的位置 这个时候我们就挪回来了 然后把我们的摄像 松一下摄像 我们这边因为方便就不更换是一样的 才是新的 比过来一节没有烧过的一般 继续实验 然后一样的 我们把这个地方放好 我们把这个地方放上去 好可以 拿出来 ft2的话 供火时间是30秒 是一样的 供摸人 这个是点火 这个是照明 这个是风扇 然后这个是我们供火时间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燃烧距离 这是是否有滴漏物 它的话就不需要按计时按钮了 它这个只是看它的火焰距离 好 我们这边准备开始实验 现在准备下去 时间开始了 这边30秒开始了 因为我们这个电缆 它只有燃烧距离 所以说它的燃烧距离 应该是没有的 就是我们火焰燃烧这一段 然后这边的话 然后这边的话 燃烧距离 时间已经结束了 你也不用计时按钮 你要等到它这个火焰熄灭了以后 我们再拿标识去量它的这个火焰 是不是有滴漏物 点一下这个保存 这个就是我们FTR的实验了 这个就是我们整个设备的所有实验了